在陳副寧議員之前,我想我再延長10分鐘吧 陳副寧議員 好,謝謝 我問問題之前,就是我聽到有些奇怪 就是剛才醫管局的高層的資料 就是醫管局的醫生的接種疫苗的百分比到六成至七成 基本上我們醫生已經達到政府所謂的群體免疫的效果 但是同時間,然後我們被人罵 我覺得感覺到有點奇怪 當我自己都打了兩針 包括我的女兒,包括我的大女兒,十三歲 政府一宣佈說可以降低的年齡 基本上我家已經登記 但問題就是,為什麼我們醫生打了六七成 然後被人罵,不聽話,為什麼什麼什麼 我覺得非常奇怪 多謝剛才醫管局和政府出來澄清 當我們這麼努力的時候 但當然,局長你作為護士 護士或者其他職系的打針比率就要靠你了 然後我看回5月17號 聶德團員局長被人問到 關於公務員接種的數字 他就說那時候沒有統計 但是他相信公務員的接種比率 較社會整體接種比率高 他相信,然後大家沒有意見 但剛才我們提出的數字 就算醫管局其他員工的接種比率 數字三成以上 都比社會 現在局長說 某個組群 打完針的組群 百分二十多 位高 那我相信,麻煩政府你出來幫幫你 幫你抗疫的醫護人員 說回公道的話 他們已經盡了努力 好,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我的問題是關於 大家議員在討論期間 很關心通關、放寬限聚的措施 我講回政府所謂的通關條件 去年7月就在立法會裡 或者在討論裡面 就不斷在每次來會、委員會 就說健康碼、健康碼、健康碼 不斷在健康碼 去年7月 然後就說有健康碼 就可以互認、通關 到了11月 就有政府或者專家出來說 清零 或者有消息指 如果假設連續14天 本地個案小園10宗 就可以清零 就可以通關了 所以大家就積極去做檢測 好了 但是呢 今年的5月尾 袁國翁教授出來說 香港已經連續28天清零了 現在這一刻還在清零 我想說 現在沒有了港開碼 安心出行我安裝了 清零清了 但是我自己看 我打針就打完 我感覺不到有任何被放寬的情況 我也出行不到 好了 接著最近的6月 就說 現在最新你們的口問就是 接種疫苗是必要條件 還要不是我接種疫苗 是我接種疫苗 都不行 為什麼叫其他人 全部人接種了 還可能想想想 那我想說 請問 你們可不可以清楚 剛才有議員說的 你們的條件或者指標 你們說不出 而我剛才指出 就是在不同的月份裡面 你們所說的條件 是有不同的 也都在搬 好了 現在最新就說 打疫苗 我打疫苗都不夠 還要全世界人打完 都不行 還要別人打完 那究竟大家所關心的通關 或者放寬的限聚令條件的時候 你們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市民或者議會 你們究竟怎樣才肯放寬 香港人的一些限制條件 局長 是 主席 哪方面的限制條件 我想請 包括 包括 我們在說 社交生活 或者去旅行 或者是說 上班上學 這些全部都是受限制的 現在 是 局長 好 主席 其實我們在過去一年 我們的防疫抗疫的工作 都是當疫情嚴峻的時候 我們都是收緊 而當疫情是放寬的時候 或者疫情是稍為緩和 我們都是稍作放寬 而在四月的時候 行政長官宣布的抗疫新路向 因為我們都有了疫苗 也是用疫苗氣泡 作為放寬任何限制的一個基礎 所以無論是出行 以至到 我想本地的一些社交距離的放寬 或者是 就算是一些疫苗的氣 或者是一些旅遊的氣泡 其實都是用這個作為基礎 當然除了是說 用打疫苗之外 如果是陳議員所說的出行 如果我們去到第二個地方 當然都是要看回其他地方 他們的要求和限制 如果是有這方面的要求 有這方面的限制 我們都是需要去做到 然後才可以 也都會留意 我們無論衛生署 以至到醫管局 我們都會留意 我們那個科學的數據 以及我們本地和外地的整體疫情發展 因為當我們本地稍為緩和 其實我們可能都會在 我希望疫苗接種 如果做到大家一個高的水平的時候 我們可以作為放寬 或者用疫苗氣泡作為放寬 但是當世界各地 如果其實它都是很嚴峻的時候 我們都一定是不能夠掉以輕心 以及要小心的 所以其實我們一直都是因應 在這方面的取向去進行我們的工作 我想說其實補兩點而已 第一就是希望你想清楚 你的一些條件或者措施 要很準確地告訴市民或者我們議會 在過程當中 有我們感覺到一些搬龍門的情況 第二點 要留意的就是 例如在旅遊氣泡當中 有個例子就是 你限制著香港人 例如香港人要打完針 才可以去參加旅遊氣泡 但是相反地 我們看到就是 你對於一些境外人士的限制 是沒有香港人那麼嚴格 這個是我們覺得 有點不安樂的情況 所以這件事 你要去了解香港人的看法 不斷限制香港人的活動 但是其他那些 我們看到是有少少不同的待遇 那這部分你要照顧這個情況 謝謝 是 局長 好 主席 多謝陳議員的意見 其實大家說說 搬龍門好像不是一個很正面的一個說法 其實在我們防疫抗疫的工作底下 其實如果我們去做一個收緊 做一個放寬 甚至乎做一個調整 其實這個都是我想 防疫抗疫的工作的一個手段 例如好像說 我們其實以前 可能是有幾名在一個大廈那裡 就確診 我們才是全面去強制檢測 那麼後來到到我們要再更加努力 或者更加嚴謹 那麼我們也是有作為一個封小區的檢測 又或者是到到去檢疫的工作 我們也是曾經是有收緊 也都是有放鬆 所以其實我也希望陳議員明白 我們的所謂的搬龍門 其實不是一個負面的一個情況 而是我們都會 衛生防護中心、衛生署和醫管局 都是盡他們最大的努力 是因應科學 因應現在的情況去調整的 當然我想我們都要向公眾儘快去解說 或者清晰給大家了解到我們的政策 不希望有任何誤會 就覺得我們可能是寬鬆某一些 或者是收緊某一些 謝謝主席 白美娟議員 主席 幾件事 第一就是現在那些檢疫酒店的位置不足夠 請局長來留意 因為已經收到很多話 因為快要放暑假 很多人要回來 所以訂不到那些酒店 另外就是我想請你們可不可以澄清一下 究竟在酒店裡那些人 即是隔壁的人 他們要交一個檢測給你們 是別人去採養 還是他們自己交胸口退役呢 還有之後 就算檢疫完之後 他們都要幾次去做檢測 那為什麼他們都是做胸口退役 例如像回港二 回港二回來之後 也有幾次要做檢測 即是第三天、第幾天這樣做 但是他們是做膠樽的 即是如果他們去社區檢測中心 他們可不可以免費去做那個採養的檢測呢 那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那個疫苗注射紀錄 即是我想局長都知道 今個星期剛剛星期三 我都在立法會提出了一個書面質詢 就是為什麼這個注射紀錄不能夠糊通 即是說在內地的 如果我們知道內地有些居內地的港人 他們在內地 因為內地的政府也是幫助我們的港人 所以是讓他們在內地打針的 但是他們打了針 他們可以進去他們自己有個月刊碼 例如在廣東省就是月刊碼 它有個注射紀錄 但回到我們香港 現在安心出行也說有個注射紀錄 但是進不回那些資料 同樣地在香港打了兩針的人 回到內地 那個月刊碼又進不了他的資料 即是他又不知道他打了針 那麼如果我們經常說 以後可能有很多的社交距離的措施 都是依靠有沒有注射的話 就對這一類我們的人員往來 是會造成障礙的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 究竟什麼時候 我們的政府才可以跟內地的政府 做到那個注射紀錄的呼應呢 即是說他會知道我們在香港打了針 我們會知道他在內地打了針 那第三就是 其實為什麼我們一直以來 我提了很多次 我們整個抗疫的過程其實沒有指標 即是說就算現在的疫苗注射也是 雖然現在做了只是一些個別的場所 譬如食肆分ABC區 但是其實是否應該有一個抗疫的整體指標 告訴我們的市民 如果我們注射疫苗注射 達到我們的人口的多少個%? 25%?50%?75%? 那麼我們有關的措施就可以放寬了 譬如如果去到25% 那你還是要守住在四人一台 六人一台 如果去到50% 我們可以怎樣放寬? 要有一些這樣的措施 令到我們整個香港人 即是現在我們的抗疫 鼓勵人們打針 就是靠一些 糖 是不是? 靠一些抽獎去鼓勵 當然在我們的推動之下 政府也出了一個疫苗價 但是除了這樣之外 我們是不是政府應該靠這個抗疫的工作 或者在這個疫苗注射的工作 喚起香港人那種齊心 即是大家應該要一起 令到我們的社會有一種注射的紀錄 我們去到一個百分之下 我們的注射 就是我們的人口 去到一個百分之下 我們就可以放寬 我們的措施 那麼 市民才有這個方向 知道我應該要怎樣做 我們應該要打針 另外第四個 就是一個 我說了很多次 就是那些小瓶 仍然是不夠 而且一個很遺憾的 就是剛剛發生天水圍 那個警務女 懷出了一個變種病毒之後 其實市民是很擔心 雖然你們有些強檢 但是 其實住在他旁邊左右的人 其實很擔心 每個人都想去拿瓶 但是我們很奇怪 為什麼天水圍那些派瓶 怎樣診所也好 那個醫院 是沒有增加那個派瓶仔的樣本的 等到市民 其實也是 你不會知道 醫院究竟有沒有夠不夠 因為一開就十分鐘沒有了 十分鐘沒有了 所以為什麼不可以彈性一點 你明知道那個區有爆疫了 為什麼你的清理 不放多些瓶在那裡給人拿呢 四個問題 不過沒有時間回應 簡單回答一回答 好嗎 為什麼會做現在都不夠瓶呢 還有天水圍有事 就應該多加些瓶 為什麼你們又不會機動處理 隨機應變呢 是 主席 如果講瓶那裡 一方面 我們現在都一直是有派瓶這個工作的 但是我們更加希望 如果真的說 在那個區是有疫症的話 其實我也是希望市民去採養 還有我們馬上就會有流動採養站 因為那裡如果用流動採養站的方法 其實那個結果回來的速度是會快一點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 可以簡單回答一回答 局長說一下酒店用什麼檢測方法 酒店是用採養方法的 如果他離開了酒店 但是他還要去檢測的話 其實如果是一些強制檢測 如果去到我們的採養中心 是可以免費的 任何的強制檢測 如果是去採養中心 都是可以免費的 好 接著就